宝宝很喜欢吃土豆,平常切成丝炒粥丝,今天便一个做法,给宝宝做一个他超爱吃彩色芝士土豆泥,土豆有营养,不仅宝宝吃得好,它同时是抗衰老的食物,爱美的MM,不要错过它哦,芝士烤彩色土豆泥的做法步骤,一,土豆洗好,在土豆上面用刀轻轻地切一个圈,这个是方便下面包皮,哟,看家有妙招学习的,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,二,锅里加水,放入土豆, 煮透,三,煮好的土豆放在凉水里泡一会儿,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,方便剧皮,四,泡过凉水的土豆用两只手,按不同的方向转动一下,像我们平时打开瓶子盖一样,所以,整个的土豆皮就去掉了,五,接下来加工一下其他材料,萝卜切粒,玉米及青都洗干净,六,把这三种材料放入锅里煮熟,约8分钟,七,接下来把刚才包好皮的土豆压成银,没有这工具的,可以用汤勺压 8成一状,8,加入萝卜,玉米,青豆拌均匀,9,拌均匀的土豆泥放盘子里,盖上芝士片,10,放进微波里烤三分钟,浓郁的香味就随之而来了,拿出来就可以开吃 2.0